欢迎你收听今天的范瑞吉异想世界 今天我们这个直播间 这个转播间呢 基本上呢 来了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 他帮很多很多的人重建信心 他带给很多很多人 这个人生另外一个美丽的 或者是英俊潇洒的一个 这个一张脸 那么在媒体当中 你会大量的看到他 这个接受访问 但是我今天看到他写的 我才知道林静云医师 现在已经70岁了 我72岁 72岁了 这件事是你怎么可以72岁的 你怎么可以 我看你这么活样 你应该是50几岁的生活 现在一天还要工作几个小时 一天我都正常的在工作 就是大家去上班 我也去上班 大家下班 我常常还没下班 而且我念很多书 所以我都蛮正常的 你就跟 大家想象的一个专业的医师一样 对 好 那个林医师 他今天来这里 他说 他要来跟大家来谈一个叫做 不老的挑战 好 我们刚刚来进来 那个录音间的时候 可是你还没有让我跟听众问个好 我也还没有说主持人好 我们节目里面比较少 好 没关系 来 林医师好 主持人好 那我跟各位听众报告 我现在在中国广播公司的录音室 然后我见到我想见的这个范先生 那我一直对他很好奇 原因是他是我的一个偶像的男朋友 所以呢我一直想见他 那今天见到他我跟各位报告 他比我想象中还棒 因为有的男人呢 我觉得不好看 有的男人呢 我觉得讲话不好听 那这个男人是我喜欢的 这个林医师看起来真的佛心来着 好 来 我以前的偶像的男朋友 OK 好 OK 那这个是一定要有一点点岁月的人 才会知道的事情 这一晃眼已经20多年前 林医师知道吗 我没有说你是我的哪一个偶像 我没有几个 我有好几个偶像 对不起 而且我的有些偶像还蛮年轻的 没有关系 我没有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绝对不是任何人的男友 过去十几年都不是任何人的男友 我过去十几年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唯一一个人的老公 对 哎呀 真是 林医师来真的我们就捏把冷汗 哇靠 这个老婆有时候会在听这个节目 听完以后回家 林医师 我可能要再找你整形 因为脸可能会被打肿了 好了 我们开玩笑 这个林医师 你觉得你自己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我现在处于我自己人生当中我觉得最棒的状态 最棒的状态 对对对 就是说什么事都可以蛮自在的 比方说如果你约我出去吃饭 我大部分也会是说OK OK 就是蛮自在的 那如果年轻的时候 除了丈夫以外的男人约我出去吃饭 我一定是说对不起 我们两个可能有点不太适合吧 可是现在的我就会 就是蛮自在的 什么事都已经蛮自在 实际上有有paper也是讲说 人到过了七十岁之后 会是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候 人生七十才开始 对对对 哎呀你因为我们你的老公错过了很多男人了 其实没有了 因为有的男人是有关系的 有的男人是你可以仰慕的 那有的男人是你可以神交的 那我没有错过任何事 好 那个因为林医师出的这本书叫做不老的挑战 我们看到第一页发现写序的是你的儿子 对 他写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所以有一天 你坐了他的特斯拉的车 坐完以后就说 儿子跟我弄一台来 我不是说儿子给我弄一台 我说你这一台给我 因为弄一台我还要给他钱 我是跟他要他的那一台 给了吗 他安排他自己在有什么车子之后 他的那一台就给了我是没错 开了这个电动车的感觉 因为那个电动车在加速跟加油的车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第一台就是他给我的车子 我觉得是车子本身不好 所以害我每隔几天就撞一下 撞到后来去板金 跟我说你不要 我只要帮你涂上去就好了 不要板金 因为过两天你又再回来 你又再撞 你当时为什么坐上去是会有那种快感吗 舒适感吗 没有我觉得是那一台车子设计不好 我是说你叫你儿子说来你把这台给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电动车 我越来越觉得说触控式或者是电子的东西会掌控这个世界 那我如果不去master电子的事情我就会被淘汰 因为你有没有看到连家里的烤箱 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触控式 那我觉得要学这一些新的东西最好的方法 当然是用手机 用LINE 用电脑 可是我如果也去用这个特斯拉 我觉得我还会学更多东西 包括学会怎么样板金 没有不是学会怎么板金 怎么去跟人家讨价还价 这已经是第二次板金了 对 表示你上次没有板好 你的工作其实跟那些汽车修理的人其实类似 对不对 他修的是车子 对对你讲对了 对不对 对 所以你一定肯会跟他讨价还价 所以来来来来 你要是割四次双眼皮 我也算你便宜一点 没有没有 因为坦白讲 帮我板金的那一位收案的老板娘 他一直不知道我什么职业 他不知道吗 对他一直 一个人没有知识尝试要看电视啊 我平常因为戴鸭舌帽 背背包 他也没有看出来我是谁 但是他一直跟我说 你家的那个停车场的那个位置应该是 因为我都不是去撞别人 也不是干什么 我都在撞我家的停车的 停车的那个停车位的车道 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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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休息一下 而且停车位也不太好 对停车位也不好 对对对 车不好 停车位不好 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专访的是林静云医师 欢迎你回到芳瑞吉一响世界 很爱打高尔夫球的林静云医师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转播间里面 你爱打高尔夫球 对 这个你儿子说你是有先天扁平族 对 然后他说你挥干的姿势非常怪异 对 因为别人挥干是只挥180度就好 我挥干还会挥到360度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打到自己的头 就是挥360度之后打自己的头 高尔夫球给你什么 带给你什么 高尔夫球他 我这个人是这样 我30岁的时候 我父亲送了我一套高尔夫球的球杆 我后来才知道 他其实是为了捧他朋友的厂 他朋友在卖高尔夫球剧 所以台湾人的习俗 女儿30岁要送一个大礼物 所以我父亲给了我一套球杆 那我这个人就觉得说 那既然给了一套球杆就不能不用它 不用不是太可惜 所以我就去打高尔夫球了 这套球杆应该早就已经换代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一直用了用了好几十年 到最近的六差不多五年前我才开始我才换的 换的原因是什么 换的原因就是有人跟我讲说 你的球一直没有办法进步 那你没有办法换你的手背 你就去换你的球杆 所以我就去换球杆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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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会撞到什么 什么位置 位置不对 对 换个位置 对 车子换个车子 对不对 那高尔夫球 换球杆 换球杆 对 好了 这个林静 他是林静医师 他是林静医师 他是著名的整形外科 而且媒体上常常就说 他是台湾首位女性的外科医师 对 是吧 对 我是台湾第一位完成这个外科医师专科训练的女性 在那个年代 对 非常重男轻女歧视女性吗 对 还是怎么样 那个年代你要知道外科医师是穿着木鸡 你知道吗 走来走去 对 那那个年代了 就是说女性是很不被重视的 我还记得我的一个老师 他跟护士吩咐了一件事 那护士晚一点拿过来 他把手术刀 砍一声扎到这个墙壁上 有点像小李飞刀这样 你知道吗 手术刀砍一声扎过去 刀子就直接镶在这个墙壁上了 他在练 我们知道他在练什么 反正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 那那个时代也没有所谓女性外科医师的更衣室 就是说 男的就是医师 女的就是护士 所以我是在护士的更衣室更衣的 现在很多了 现在跟各位报告 台湾的女性外科医师已经 新的新进的女性外科医师 已经有的时候会超过男性 你的诊所里面就有几个意思 我的诊所有两个 一个是我女儿 你们诊所百分之百是女性医师 对对对 是女儿小时候就想学医 还是你栽培她学医 女儿她从小一直想做数学老师 然后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 什么时候去变成女医师 我也不知道 这个妈妈讲这样的话 有点不负责任 没有我没有不负责任 因为她的志愿一直是想做数学老师 她可能是因为大学联考的时候 考的分数可以进一科 所以就被她的周边的人劝进去 OK那她说她会选择整形外科吗 整外啊 她现在已经是整形外科的专科医师 已经十多年了 我知道她会选择整外 应该也是跟你有关吗 应该也是没有 我没有办法影响我的儿子或女儿 我不相信 你绝对应该要相信 你看我儿子敢把我写成那个样子 你就知道了 我给你讲 把你写成这样 真的对你有满满的爱 这人才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 真的吗 当然 因为表示妈妈跟他真的很亲 而且他也没关系 他就把妈妈这个吐槽一下啦 或者给他露一点什么东西啦 干嘛干嘛 对不对 我要顺便跟你报告 我这个儿子他这个从小非常的叛逆 我的儿子是林志成 我们现在讲的是 我最近写的一本书叫做不老的挑战 那么我之所以会开始写字或者写书 其实要感谢我的儿子 我从他很小就很叛逆 那我一直想跟他叮咛很多话 比方他还没有这个摩托车执照的时候 他就已经骑摩托车了 然后为了要骑摩托车 他买了一部摩托车 摩托车放在同学家 他一早是先走路去同学家 再骑摩托车去学校 问题是我家距离学校比较近啊 不重要 妈妈不知道最重要 对对对 那所以我就有很多话想跟他讲 那但是他又不听 我女儿也是 女儿也不听 所以我就只能把 要跟他们讲的话写下来 到后来就写成文章 所以写成现在的我 你是说林静云的医师的 一个儿子跟女儿 从小都不太听他们的话 完全不听我讲话 对 你最近是的 我们先讲一下 林康他说的儿子是林之成 他现在是台湾大哥大的总经理 对 女儿是在诊所跟你一起 对不对 专科医师 对 这个在别人的心目中都是 都是 这个人师胜利组啊 但他妈妈既然在 这个时候说 她说从小没听过我话 对 哇好 来我们休息一下 这个 这个就有趣了 这个妈妈是到底怎么 怎么当的 怎么挺过来的 等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杰一响世界 我们和林静云医师 他透露他现在已经72岁 而且他在他的人生当中 还在这个工作赶快上面 每一天像一个非常勤奋的在工作 他刚刚进到我们的播音间 待会访问完以后 他再回到诊间 还在回到手术室继续工作 好我们刚聊到了 他有一双这个儿女 儿子是林之城林总 他是台湾大哥大总经理 那女儿是在目前 在跟他一起在做 这个诊所里面 做这个专科的 诊外科 诊心外科的专科医师 然后他竟然告诉我们说 这两个孩子从小都没听我的话 这个妈妈 林妈妈 我的两个小孩子 从小就不听我的话 那么他们就是会看 报纸之后呢 发现说什么东西掉了 可以登报声明作废 所以他们两个 常常说要去登报声明 这个妈妈作废 然后去跟外婆要求不发 你讲的是真的假的 那是在几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小学的时候两个人就 密谋做这件事情 这两个孩子就一看小时候会做这种事情 就是天生非常有创意的人 是不是 最好是 最好是 对 我觉得你在提到你儿女的时候 跟一般妈妈提到儿女是不一样的 一般妈妈都充满了那种幸福 说你看我儿子好优秀啊 我女儿好棒啊 等点滴滴的 你儿子娶老婆结婚了嘛 对不对 他娶媳妇的时候 有征询过你意见吗 没有 因为当时我们就跟他说 你如果有女朋友就带回来给我们看 然后结果就变成说 他就通知我们说有女朋友 我们就去找一间西餐厅 然后正式的请他们 然后对方就会叫我们0880妈妈好 我们就很高兴说 就是这一个了 那后来又再通知我们 再通知我们 再通知我们 我们后来就跟他说算了 那就等你肯定再来吧 你刚开始前面几个很认真 对 而且充满了期待 对不对 有种当婆婆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林婆婆林妈妈好 然后 不过 我觉得儿子还是有眼光的 原因是他这个媳妇 就真的像你刚刚讲的真的是他的贵人 怎么说 我儿子又肯听媳妇的话 然后媳妇又真的体贴 这种去哪里找 因为我儿子是不肯听我的话 哇 终于找到一个人收服他了 对不对 对呀 太棒了 那你这个婆婆怎么样 我觉得儿子毕竟是有眼光的 好了 我终于今天走进来听到你了 称赞你的这个 当你的媳妇应该不难吧 我不知道 你是一个难搞的婆婆吗 你觉得 我应该是一个难搞的婆婆 可是我媳妇很棒 已经把我搞定了 对 是啊 你是个难搞的婆婆 对 比如说 比如说 我很会念人啊 比如说 我有一些很奇怪的要求啊 比如说什么要求是很奇怪的 比如说我会主张说 每个人都该运动啊 这叫奇怪吗 你自己也运动啊 对 但是有的人不运动啊 哦 有的人不运动 你儿子不运动 我儿子 我坦白讲 我很感谢我儿子的老板 原因是我儿子本来不是那么喜欢运动 而且本来对父母亲也不是那么体贴 但是自从去台湾大哥大上班之后 就变成非常的孝顺 肯运动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老板 很好的leader 来 你觉得那个的 我 我 我跟 我坦白讲 我觉得所有的听众 你如果要让你的儿子孝顺 就让他去台歌大上班 真的吗 对 他的企业文化里面什么东西改变了这件事 他的企业文化 我不知道啊 可是一定有教他们孝顺跟运动 我相信啊 他应该是说 你如果不孝顺你爸妈 我就把你的薪水一部分给你爸妈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说我的儿子去了台歌大之后就变得非常的孝顺 而且晴鱼运动 这个我觉得是很棒的企业文化 林医师我们有一个选择题 A可能是台湾大哥大的企业文化 对 B可能是他的太太 C可能是他自己也当了父母 ABC A 还是觉得A 对 我终于知道你是个难搞的婆婆的原因 那女儿呢 女儿他就是 以前不听你话 现在听你话吗 据说 据说 如果女儿或者儿子肯跟着上一代一起工作 那个就是表示你有积了福了 所以我每天都必须跟自己这样子讲 我好奇 我真的很好奇 我就觉得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就在这种小地方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你的女儿跟你一起工作 这件事是谁决定的 应该是我女儿自己决定的 他有告诉你为什么吗 他因为他本来是在医学中心上班 那他有一个很怪的主张 就是说他一直觉得他妈妈给他的母爱不够 那他有了两个小孩子 他一直主张他想要给孩子完全的母爱 那所以他自己喂小孩子 喂到小孩子母乳喂养 喂到小孩子已经两岁多了 还在喂母乳 我常常骂他你神经病是不是 那反正他就是这种思想 那像现在小孩子念学校 他就是觉得他要亲自陪他 所以我妈妈没有对我做过的事 我都要自己来一趟 那他在医学中心 医学中心现在就是规定 你做到主治医师 你都必须要每三天就值班一次 那值班要睡在医院 那他就不行了 那他就自己觉得说 这样子他会让他的小孩成长当中 跟他有一样的遗憾 我懂了 他说妈妈 我让你有机会 做一个外婆来这个弥补当年 所以他就在你这边工作 跟你一起工作 对 就一个老板来讲 你的女儿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伙伴或者员工 我的女儿他 就一个老板来讲 能力非常强 那对病人也非常好 但是唯一不好的就是对老板非常的严酷 对老板要求很高 好的 好 我现在访问到现在 我觉得说林静医师真的 真的百闻不如一介 不如一听 大家今天真的百闻不一介 你看 他是不是活得很开心 而且他活得非常自在 他该讲什么 他爱讲什么就讲什么 对不对 怪不他儿子会在 这边最好看的 就是他的儿子的序 真的 这个序写的妈妈 写的我真的觉得说 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 深入了解妈妈的一个人 经过了几十年 长大以后的淬炼出来的一篇文章 其实我觉得这本书 他不是这个样子 我还很想骂我儿子 他把他的序写的这样子 害得人家都觉得后面不好看 其实完全不对 这整本书写的是 我自己面对我的老年 那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所以我比方说 我如果想要知道人该怎么生活 我曾经去非洲 去了三次 主要就是看动物怎么生活 那回来之后呢 就才能够调整自己的生活 像比方很多人跟我讲说 林医师听说你不洗澡 那其实我发现台湾人都洗太多澡 天天洗 对 有人一天洗两次 出门流个汗回来就洗澡 那我是去看了动物之后 我发现我们人只要维持干净就好了 不一定要洗得那么干净 洗那么多 洗那么多 对 我好喜欢你这个理论 你应该让我太太听一下 她是觉得一天只要一出门就要洗澡 这种人到后来到老 她的皮肤会有很多困扰 好 来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凡人节意想世界 林医师她说她出这本书 是因为她对自己要变老这件事情 不知该如何处理 或者去探索 对 那我其实你在诊监 你的病人 现在年纪最大的人历史记录是几岁 93岁 93岁她来做 做什么 做整形 做整形 这是一个93岁的老婆婆 那她坦白讲 她当时的状况是她的眼睛 眼皮已经盖下来了 那她自己觉得这样子 她看东西看不清楚 而且她觉得这个 她每天早上起来都还是有化妆 她觉得这样她看镜子会不快乐 OK 那所有的家属都反对她美容 只有她自己坚持 那所以到后来因为她来 来要求很多次 所以后来就帮她做 那这个婆婆已经就是93岁 没有办法平躺了 所以我们是让她躺两个枕头之下去 手术的 她没有 手术也有点困难 她没有办法平躺 对 因为脊椎的关系 因为脊椎跟她的心脏 所以已经没有办法平躺 OK 所以你用两个枕头把垫起来 对 然后因为你还是要上麻药 对 对 对 还是要上 她给了我蛮大的感触的 就是说我们人到哪一个年龄呢 如果都还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 是 那让自己有一个生活的目标 是 那其实整个人生会比较活得比较 比较爽 比较有劲 是 所以儿子很孝顺 就坚持是大哥 台湾大哥大的原因 对不对 女儿这样的话是因为她就是要照顾她的孩子 因为她想要让孩子拥有过去她没有拥有过的母爱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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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要尊重啊 都要尊重啊 对啊 是 好 那么你自己最大的挑战现在是什么 我自己最大的挑战 我这几年在研究的就是说 人一定会死嘛 那么 不怕死 那同时让自己死得快 是我的挑战 那不怕死这件事呢 你以前怕死 对 我以前很怕死 原因是我小的时候 我外婆都带我去打麻将 那都在一间电影院打 那我外婆去打麻将 我都在那边看电影 那那个电影院整天在放 我们小的时候有那种地狱的那种 十八地狱 木连救母 对对对 那个地狱都很可怕 一下子割舌头 一下子什么把你放在那个什么 炸油锅什么 对对对 我小的时候很怕死 那有一天我去 现在又要说打高尔夫球 我去打高尔夫球 然后那个打完 那当天早上因为要去台大医院 跟学生一起念这个医学杂志 所以当天很忙 那去玩教学 然后看门诊 然后去打球 中间都没有吃东西 那打完球呢 应该是肚子很饿了 我们一堆人就去饭店 那点好了菜 我坐下来喝了两杯啤酒 那嘴巴 他们说我咬着一个鲍鱼 然后整个人就昏过去了 然后 是哦 你成绩有过这样子的状态 对 然后那个 我的朋友就叫救护车 他们说我都叫不醒 然后叫救护车把我送去医院 那我也不晓得 我被送去医院 然后就在医院躺了两个钟头才醒来 你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对 那后来检查我是没事了 他们医生说 应该是血糖低到太低了 然后又喝了酒 所以两杯啤酒就变成等于醉了 醉了 对 那后来我才知道说 其实死就是那样一回事 那从那一开始不怕死了 呃 渐渐的不怕了 因为死就是那一回事 就是前一刻你还很高兴的在打球 然后这跟人家说 你你你输我两百块 你应该给我两百块 你为什么 然后那个人还在争取说 不对不对 刚刚你那个没有进去 然后怎样 然后下一刻我就就已经 我自己也不晓得 断片了 断片了 对 就断片了 对 那但是后来我自从知道这件事之后 我自己就觉得就不会害怕了 就是这样子了 那所以反而好好的活着 比怕死还更重要 等于是我跟你报告一下 我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呢 以前他是一个艺人 他以前在拍戏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次很大的一个 出了很大的意外 当他出了意外的那个瞬间的时候 他就是像人家说的 人生开始盗片 他过去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 开始啪啪啪啪 技术盗片 就好险他没有走掉 但他那个时候 是这样看到那个事情 所以你可能那个只是睡着了 你只是睡着昏过去 你没有到那种程度 那个不是 那个要有那种盗片的感觉 才是真的很像 有人这样记载过吗 反正不管怎么样 都都不会像我小的时候 想的那个样子啊 对对对对 好 所以你现在最大的挑战 是让你自己不要怕死 然后你可以自己很快乐的到 面对自己那些 对 另外一个挑战其实是 因为我还在这个生涯上 我还在做我的职业嘛 是 那我还经常必须去做我的专业的演讲啦 等等等等 所以我必须要能够跟现在的年轻人能够讲话啦 那我的技术都必须就是还留在这个该留的地方 这个也是蛮挑战的 现在已经算是一个记录这些东西很完整的世界了 包括所有的相关你不要说这种 可以去透过很多科技的方法 可以把很多的都记下来了 对啊 我指的是就是留在我的技术的尖端 尖端 对对对 就是说我不能因为我的我的资历 我就继续做我的职业嘛 我必须对得起我的来找我的病人 就是他接受的是最尖端的技术 所以要不断的精进 对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你回到范瑞姐一想世界 我们今天听林俊医师 大家都可以想好好听他讲话 真的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这个精神 但是我就很好奇了 就是说整形医师会给自己整形吗 你注意看 所有的整形外科医师 男的都很英俊 女的都很漂亮 我注意看 对不对 那但是不包括我这个时代的人 所以我们为了要跟年轻的整形外科医师 这个不要差太多 我们也都采用了某些适当的方法来维持自己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 就是说你的内心如果觉得很年轻 你也应该适当的把你的外表弄成很年轻 才有说服力 我前几天访问一个70多岁的一位长者 他呢在70 也是他不是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被纽约的一个时装周 林金虎医师 你们姓林的医师都很厉害 没有没有 他也是啊 他可是他已经退休了 他已经退休了 他说他80岁要去环岛 他来自一个很大的家族 他们家族比较有实力 我来自一个普通的家族 而且台湾人的 我觉得林医师是一个冷面校将 我也听听就好 台湾人的财产普通不传给女儿的 所以女儿都必须靠自己的 哎呀你这样讲 好像那个你们家好辛苦在做手工业一样 对啊我就真的在做手工业 都一针一针的慢慢缝 慢慢缝啊 你看我们的林医师真的是 好这本书其实大家 其实可以从这上面看到林医师的一个 他的生活的哲学 他里面提到了很多很惊悚的话题 真的是我觉得可能媒体年纪一代的 媒体记者都会把它当做标准啊 什么什么老人家的什么性生活啦 等等的东西啊 他就会觉得在上面写了很多 有关于做不同的这个手术 或者是不同的心态 以及不同这个年纪当中等等的事情 还有包括他刚刚说的 不要那么多常常洗澡之类的话 那个都来自于他自己的人生的 这个这个一些的经验 林医师 你的朋友眼中的林静宇是什么样的人 我的朋友眼中 你觉得 我的朋友常常跟我说奇怪 你你这种IQ 你是当年怎么考到台大医科的 我的很多朋友觉得莫名其妙 像我这种人可以考上台大医科 那他他考上比方说这个台北医学院医科 他们都觉得联考我肯定有作弊 为什么要这样说 因为我的生活IQ很差 那跟你有不念书什么关系 你会体现在哪一件事情上面 我刚刚已经知道你做妈妈好像不是太麻利 不是太厉害 我做什么你都 不会觉得你厉害 你都对 绝对不会觉得我厉害 就是 我只有做医师这一点 倒是 我我蛮多病人 病人的口中的我也是很好的医师 可是你如果做我的朋友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个路也记不住 然后这个饭也煮不好 什么都做不好 到底是当年怎么混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就是一个人大脑中的CPU 你全部开给一条路上而已 其他事你没有真的用很大的心力去处理它 有可能 其实因为我们那个时代 父母亲就是跟你说 你去好好的念书 书念好了就好了 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现在觉得是这样吗 我现在才知道这样是完全不对的 可是因为我的这个基础太差了 现在再怎么努力也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已经很努力了 没有你换了球杆了 对 可是 车换了吗 车子是被我撞到不能再修了 那个老板跟我说 你下次不要再再带来 拿来我这里板金 保险公司也不保了 所以我就换 本来是model 1 现在变成model 3了 还是电动车 对 但是model 3之后 我没有再撞过了 车好了 车好了 对不对 我是觉得我学会了 你学会了 对 我的人生其实都是这样 我的人生其实刚开始 就要花别人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去做措施 然后到后来我就会做对 这个我觉得我们都是幸运的一群人 能够在林静余医师的刀下面 那个重整或者是变成一张找到一个更多的自信跟美丽 因为他把他人生中所有其他的能量 其他地方都跌跌撞撞 你如果在整形 他在他整形前 你去看过他原来那部车的话 你大概不太敢 想说这个人怎么回事 是不是 然后你如果是他的朋友 他说这个怎么回事 路痴 路不及不得路 这个东西 他在他心中 他是一个其他地方都好像没有那么强的人 但是他在他在这个领域当中 真的非常的出类拔萃 而且他把这个最尖端的技术一直传下去 我希望我自己 因为我 升任这个职位 而在这个职位上 所以我会很努力的做 努力的做 对 好 真的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林静余医师 感谢你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 也谢谢各位听众 好 谢谢林医师 I like Eling sound I like Radio